不久前刚更新的快乐大本营,被很多网友称之为风神之作,主要是这次节目邀请的嘉宾,比如龚俊、张哲瀚、毛不易、胡夏等人都是非常放得开的大男生,跟快乐家族的成员凑到一起,整期节目的气氛都非常的欢乐。 虽然嘉宾之间,彼此都不是特别熟悉,但是大家一起玩游戏,一点生疏感都没有。最后,甚至闹成了一团,张彬彬问谭松韵,曾经心动过的三位男演员是谁?谭松韵的这三个回答,都是跟他合作过的男明星,一个是刚刚收官的锦心四域男主钟汉良,一个是跟松韵关系非常好的朋友白静婷,还有一个节目组为了搞神秘,吸引观众的注意,并没有宣布最终的答案。 不过,从谭松韵说出的这两个名字中,观众也可以脑补出很多东西,甚至看到白静婷的名字,会觉得非常开心。 之前白静婷和谭松韵,曾经合作过电视剧《旋风少女》,虽然后来两人没有再次合作过,但是,他们之间的友情一直维持着,即便是白静婷和谭松韵真的在一起了,想必大部分观众和网友也不会有什么意见,反而会默默地祝福。 所以,这次看到他风韵在《快乐大本营》中脱口而出白静婷的名字,很多网友都乐了,不仅不会生气,反而感叹,如果是真的就好了。 白静婷和谭松韵都是颜值高,演技也不错,更重要的是三观合得来,如果他们真的在一起,想必会非常的圆满。 当然,这只是CP粉们的意象,如果两人没有这样的苗头,大家也不会过度地解,或者是吐槽,还是要尊重两位演员自己的意愿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一下,订阅一下。 编写个人有点之,不吝点赞,订阅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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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订阅一下,订阅一下的您的感觉,您的感觉,还没有готов去认阅明, 스� Sure. 订阅一个人的感觉,您的感觉,您的感觉,您的感觉会优方 Specifically,您的感觉,您的感觉,您的感觉,您凭管理性进行和长客人有观点。 感谢观看